国务院在向国会递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中国政府去年系统性的阻碍外交官、记者 甚至一班游客到西藏自治区及自治区以外的藏区旅行 美国国务院根据国会去年12月通过 《西藏旅行对等法》撰写的这份报告 记录了外界无法进入西藏地区的相关个案 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 荣香首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国务院对于这一份报告以及藏区的人权问题 有什么最新的说明 美国国务院在报告冷中表示 美国的外交官以及记者进入西藏地区 必须实现获得中国政府的特需许可 而去年美国递交了9份申请 其中5份遭到了拒绝 包括了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 国务院报告还指出 中国政府指派了随行人员 来行影不离的跟随这些外国的外交官及记者 防止他们和当地人民进行交谈或者举行会晤 并且限制他们在这些地区的行动 不久之前再举行了国务院的例行记者会 当时国务院的副发言人帕拉迪诺 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所要求的是对等互惠的原则 因为中国外交官在美国并没有受到限制 此外美国也希望这项对等互惠的原则 能够扩及到新疆地区 今天早些时候 美国国务院蓬佩奥在另外一场记者会当中 谈到了藏人和维吾尔人的权益问题 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在公开场合我们一直非常坦白 直言不讳地谈论这个问题 并且在私下场合与他们进行私下谈话 对于维吾尔人来说 正在新疆发生的事情是惨不忍睹的 至少数十万人遭到历史性的人权迫害 我们正在努力说服中国政府 停止这种做法 中国政府对于美国国务院的报告 提出了驳斥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表示 美国国务院的这份报告 罔顾事实 充满偏见 中方决不接受 那么我们知道西藏旅行对等法 在去年12月19号 经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之后 生效成为法律 法律当中要求 中国政府允许美国的外交官 记者及游客 不受了限制的进入西藏地区 而根据法律 美国国务院也必须每年 向国会递交这份报告 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 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回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市场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